说设计 聊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空间榜样 马晓千 打造更环保的高端装饰 本欄由叶志峰装饰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是著名的 实力师秦思先生 秦思你好 你好 小千 哈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他入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专业 学生时代就有作品 参加公开竞标并中标 他毕业就创业 98年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他还是一位全能型设计师 无论是城市规划 建筑设计还是室内设计 他都游刃有余 他就是本七点评人 秦思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 就是锁定在一个人群身上 就是90后 对于90后 好像现在有一些人 会给他们一个标签化的描述 比如说比较自我 个性比较张扬 行为比较克力独行 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因为我了解到在20年前 其实你也是挺90后的 对对对 你说特立独行 我举个例子 我刚读完大学以后 我应该就跟这同学一样 去到大的企业工作吗 但是我没有 我一毕业 或者甚至说我是没毕业之前 我就创立了我的工作室 一毕业就创立我的设计公司 那是哪年的事情 98年 所以不知道算不算特立独行 算98年大学生刚毕业就创业 对对对 还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小货 但是现在的 就是我们把这些标签撕掉它 我们不去评判哪一个人群 但是有一个事实 其实是放在我们面前的 就是90后成长起来的 这批年轻人 他们要比以前的人 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质 对 所以我们会发现 做这个节目久了 会发现很多90后的房子 不管是租的还是买的 它要装修一下 自己做 可能没有学过设计 可是做出来的 好像还都是那么回事 甚至于说 比如专业的设计师 更有他本身对生活的理解的 深入的那一套 专业设计师有很多的框框 但是这帮年轻人没有 他完全是对自己的生活的认知 跟理解 对美学自己的修养 跟积累 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作品 真的让我们很惊喜 很惊喜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 就锁定在90后的居所上 好 我们现在就进入 今天的榜一作品 来自杭州 大家好 我叫欣欣 今年26岁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现在从事的是建筑和室内设计这一块 大学毕业后 我就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我就花了三万块钱 去做一个改造 然后周边的同事 父母都说设计还不错 还挺有新意的 但是房东阿姨呢 没过多久时间呢 就把我的房子给收走了 这个房子是差不多一年前买的 当时挑房子的时候 我是有几个条件的 一个就是它一定要是毛培 不要紧张 自己的话 才能把自己想要的功能 还有自己想要的格局 给它塞进去 就这个房子呢 实际买过来的房产 这上面积是40房 得房的是25房 一层的功能区 差不多我是一个半开场的厨房 然后一个卫生间 一个餐厅 一个起居室 然后就是一个这个阳台改造的一个多功能区 因为我的小空间 所有的家居一定是要定制的 而且所有的尺寸一定是要很近 我的空间其实是希望尽可能能容纳多的人 所以我在设计像沙发上面 我尽可能这些家具都是可以舒展开的 所以我买了这定做的这个电动沙发 它就是可以变成躺着的床的 对对对 其实它有很多功能的区域 但有些功能其实就被归纳为多功能区 就像我现在在这块区多功能区 它其实就是兼具棋牌 一间小卧室 然后阅读区 亮晒区 阳光房 然后大家的一个活动区 就是平常如果你有那些折叠的 比如说瑜伽塔什么 你在空闲的时候 就也可以在这块比较空的地方 练练瑜伽什么 它因为它空可以让你有很多的发散可能 所以我特意就留了一块这样子看似 占用面积整个房间占用力比较高的一块区域 来作为一个多功能区 然后上到二层的空间就是我一个比较私密的个人空间 然后这块区域我的夹层面积其实只有一个十几个平方 就像这个公共区大概只有1.8乘1.2的一个公区 所以我在这块空间中把它做成了一个我的书桌 然后这个办公区其实就是一张长条的定制的一个办公桌 然后这个办公桌我在设计的时候呢 兼具了化妆台的一个功能 然后平常我就可以坐在这里梳妆 然后把这个扶手地方做了我一个放发饰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的这一块衣帽间的空间呢 大概只有三个平方的区域 过道呢是设计了60公分的过道 是我一个人的一个转身的一个数据啊 因为我也平常女士嘛 因为我有很多的首饰 所以我一开始也在衣帽间里设计了一个小的一个 就是置物首饰的地区区 但是呢还是不够放我的这些东西 无处安放的时候 我就在立面上动了脑筋 因为这里本来是挂了一个湿衣镜 然后就定做了一个就是专门可以放手式的 就兼具湿衣镜的作用 然后就是等于说我在立面上借用了一些空间 预算像预算16万嘛 我就尽可能就是说用得妥妥当当的 首先你要给自己一个框 然后在这个框里面你再去做取舍嘛 有些东西你比较重视的 比如说因为我这个人平常烧水啊什么也比较麻烦 那我肯定要买一个比较好的净水器 虽然空间小 但是我要求质量还是挺高的 所以我买了那个空气净化器 像这种钱我是不建议省掉的 15岁之后 我希望我是可以过得越来越精致的 我有多少钱我一定要是拿出来 是买一些让生活加分的 让我个人来讲是能给我带来就是生活品质的东西 92年出生的小姑娘 我觉得非常棒 点赞 看完了整个的这个室内的装修设计 您感觉如何 因为它是有建筑师背景的嘛 然后你会看到它本身在这个空间规划上面 它是做到质质 然后呢 这种质质呢 不是说因为它做得很有设计范 它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所需 根据这个空间 可以达到的最大限度的一些一个储藏 一个使用的功能 完全按照自己对自己的理解 对自己对这个生活的一些一个状态 设计的每一个空间 恰到好处不多不少 尤其是那个对那个储藏室 衣帽间 对那个做到 我怕我老婆看完以后 她就说情思可能你比不上它 对生活的那个小心力 你会看到她本身对那些小手势啊 环啊 那些个装饰品啊 那种那个小尺度的那种把握 对的 对 做得特别特别的到位 说白点 一般的学生师在大空间里面 可能会更专业 但是这种小尺度的话 真的需要对生活 对自己 对自己的这些个生活方式 很认真才能做到这么细腻 包括我觉得其实人说 自如其人 文如其人 其实家也如其人 对 整个这个房子当中没有过度装饰 对 没有 你很专业 因为我们也是看到 现在90后的这帮小年轻 真的是 他所谓的装饰 就是他本身的这种状态 煮个小的面条 再看看电视 然后在那个阳光阳台里面 做个儒家 所以每一个空间 你都会看见 他展现了他本身工作 生活 然后自己的一些节奏 做得很好 我觉得 那比如说像这样 比较小的这种户型 在装饰装修的时候 主要说装修吧 就他有什么特别 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这种我们叫小富士 小富士 小富士 它的因为空间的划分 它必然是一个 比如说它的厕所 它本身一定会靠门口那边 因为这样的话不会遮挡 那个外面的阳光 所以因为它这个位置以后 它会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卫生间没有窗户 暗的 对 暗的 然后通风采光会很难处理 所以会很容易发霉 受潮这些 所以我做了一个小动画 然后大家会看到 如果在靠餐厅这个位置 可以开一个小小的窗户 然后它本身门一打开 这个风就会 有对流 对流 然后把那个新鲜的空气 或者说那条潮 那个湿都可以 既然地去带走 这样的话 它就会不容易受潮 另外这个厨房 这个开放餐厅这个位置的话 一样道理 它本身没有很完整的 抽油烟那些功能 所以它本身 这个在墙面上面的 一些处理的话 也要注意 可能会用一些玻璃 或者说不修缸 整个墙面给放上去 以后那清洁油烟就不能沾上去 所以这些小细节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大家试一下 然后比如说 这堵墙它很容易跟潮气会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衣柜 可以稍微挪开两三公分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叫做过桥 空气可以在这个过桥的地方 可以 隔湿 隔湿 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欢迎回到空前榜样 榜二作品的这位主人 就比较有个性了 他首先是 他把去英国留学的费用 省出来之后 去装修了一套房子 先不去留学 装的这套房子 还不是自己的 是租来的 所以做完了之后 花的钱也不太少 我就不知道 这个姑娘 她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想法 但无论如何 这个房子是装修完了 似乎效果还不错 对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榜二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从哪里开始 就一直发呆了四个多月吧 每天都来走一遍 然后就想 我起床之后我要干嘛 然后我会哪个区域 是要做什么功能 虽然我没有实际的图纸 但在脑子里面 会有一个比较立体的图 接下来 周云就一步步 按照自己梦想中家的样子 打造每一处场景 我的窗户一定要 铁和木头的打背 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包括就是楼梯 它上面会有一幅 就是植物的挂画 也是我很多年前会这么想的 但之前一直没有 没有找到这幅画 然后有一次 我去北京出差 就无意中看到了 有一个买手电 有这幅画 我就把它带回来了 就觉得特别适合 那个区域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做饭 所以我把这个房子 比较大的区域 把它用来作为厨房 是厨房 我一开始就会想要 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因为我很喜欢 叫朋友来家一起做饭 就是开放式厨房 一个好处就在于 做饭的时候 你还可以跟朋友聊天 包括朋友帮你打下手 或者帮你摘菜 你们都可以面对面的事 其实是一个交流的过程 我觉得其实不太需要客厅的 因为我大部分时候 我觉得聊天 我其实都是在餐桌边上 但是因为考虑到 就是住客 然后一些朋友过来 他们可以有个地方坐 或者是聊天 就有拿了一小块区域 作为客厅的区域 而在软庄的布置上 周云有着自己的理解 我们在选择软庄的时候 就有很多东西 我都是一点一点 慢慢地添加进来 因为很多东西就觉得 它合适才会搬回来 像我之前从上海运回来 一个大的很长的门板 那个时候我正好在思考 我墙壁要不要让朋友来画画 因为画了画之后 其实画的墙壁 我之后也不能搬走 所以我想要不然就不画了 但是也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东西 那时候就觉得挺空的 然后看到上海 也是有一家家具的店 它有一块这样的木板 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对 从上海运过来 其实运费比木板还贵 餐厅那边有一个木柜 它是一个旧的书柜 是我有一次在市集上 有看到别人想要买 但是那个人没有付款 我就把它抢过来了 我觉得很适合 它上面会有一些 就是以前的旧的标签 因为经过时间的一些 一些光照或什么 它就慢慢地慢慢地 变成黄了 就很好看 我觉得 周云认为 在房子的装饰中 最必不可少的就是画 甚至我觉得它可能 超过你所有软装的总和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你想象一下 就是哪怕你住的一个房间 只有白白的四面墙 但是你随便放一幅画进去 你就会觉得 这空间好像 它已经完成了有80%了 他还把二楼的公共空间 利用起来 为自己的好朋友们举办画展 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二楼的一个走廊 然后之前是因为觉得 这边墙都太空了 因为四面都是白色的嘛 所以在这边就放了 一些朋友的作品 像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厦门的一个朋友 他的绘画作品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他的绘画风格 就有点超现实主义 这边这一块的话 我们有做一个问题博物馆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 问所有人的问题 然后每一个来这边的 都可以回答 有时候看着它们 就会自己觉得 还蛮有趣的 穿过二楼的露台 就来到了周云的私领域 因为我想要住在一个顶楼 有阳台的一个房子 对 所以就把露台区域 就归为就是给自己来居住 然后房间其实不大 就二十来平吧 但是把床啊 然后自己的工作台 然后一架 洗手间都放在那一块区域 然后把这边室内的上下两层 是对外的 这样就是可以招待朋友 然后有两间对外的客房 设计完成后 很多朋友慕名而来 对外出租的两间客房 更是经常爆满 借此机会 周云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大家一起做做美食 聊聊天 彼此吐槽 共同成长 而对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如果房子到期 房东收回房子该怎么办 周云则是这样回答的 你不管是装修还是干嘛 其实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有风险的 我觉得这是自己要做的 就是不管他最后的结果 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自己应该去接受 你的决定带来的一些结果 如果房东能给你续签 你就是其实自己赚到 如果房东不给你续签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他也没有违背任何的东西 这女孩子 她不是在装修一个租来的房子 自己住那么简单 她其实在打造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就会吸引来 各行各业的人 那这个又成为一个社交的工具 对 社交空间 就被显现出来了 所以这个女孩子 她是对生活是很有规划的 蛮有规划的 对 甚至于是对这个空间的规划 怎么样匹配她未来的一个生活 跟事业 她都已经很有把握 很有掌握的 我们先把其他的那些拿掉 我们是空间榜样了 我们锁着这个空间装饰来说 整个这个房子 经过她的这个装饰装修之后 你感觉如何 我感觉去无招胜有招 她你没有看出 她有很明显的什么装修风格 白墙 水泥地和格仔 那么自己去用自己的心思 自己的爱好 自己的品味 自己的眼光 去讨一些她喜欢的家具 装饰品 然后她本身跟生活 咖啡 煮菜 全部混搭在一起 展现出来 她的风格 比你想象中的可能更有味道 这个就是九龙后 通过她自己的认知 去打造自己的生活 打造自己的空间 打造自己的未来 所以是空间跟人 真的是很匹配 而且她本身这个场景 又能真的吸引到 很多不同的 那个种类的人 到这里来 如果你很明显的一个风格 可能你吸引来的人 真的是就 比较单一 比较单一了 但是这个空间很包容 所以很多人 到这里来的时候 反而被这个空间包容住 然后融进去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无照胜有照 真的是非常的 轻装修重装式的 对 其实我想她可能 那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 装修我带不走 这些家具我回头都能带走 所以我说你太专业了 对 因为这个房间是租来的 对呀 那么如果你把很大的一个 费用放在墙面上面 放在罩上面 放在地面上面的话 我觉得是很不值的 我们一直在提倡一种理念 就是房子是租来的 生活不是租来的 对 那还是要注重自己的生活平址 对 我的问题是 在租来的房子当中 如何多快好省的 来进行家庭的装饰 能够让自己的生活 不打折扣 同时呢 还没有那么多的花费 其实我说不如 刚才你看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简单的粉刷 然后地面不要花太多钱 然后呢 把钱花在刀刃上 什么叫刀刃 你能拿久的 就是你的刀刃了 因为你本身 三年五年后 如果真的是有些 不可抗拒的一些个 可能性的话 那么你的家具 你的装饰品 你可以完全带走啊 其实总结起来就是 可移动性 对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 我们还是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欢迎回到空间榜样 接下来是榜三作品 榜三作品呢 不太一样了 因为它的主人 是一位时尚买手 非常时尚 非常时尚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怀着一种好奇 到底非常时尚的家具空间 对对 应该长什么样 好 好我们的榜三作品 他当时给我的一些图片呢 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包括一些黑白的 现代的东西 然后又有一些 法式的东西 然后又有一些金属的元素 我就决定 从它的角度 帮它拿捏出一个 属于它自己的风格 我把它定义为 轻奢混搭 如何实现轻奢混搭风呢 设计师小郑 首先从硬装方面 帮楠楠做了把控 首先我们就是在墙体上 我们装了大量的护墙板 但是所有的元素 我们都是弱化它的 法式不是很多那些 小的雕花 石膏的雕花 我们全部拿掉 我们做了一个 简单的法式的概念 地面采用了黑白灰 大理石切割手法 最经典的三个颜色 再搭配上个性的 三角形排列 整个地面 看起来很有时尚感 清色风格呢 会有一些金色的元素 融入到这些空间当中 在它的客厅的过道上 我运用了一些 金色不锈钢 拉式不锈钢收边 然后包括它空间当中的 一些吊灯啊 一些龙头啊 一些餐车啊 它都是金色的 它空间的主色调就是 黑白灰加金色 硬装完成后 接下来的软装部分 都是男男独自搭配的 常年游走世界的它 对于各个领域的时尚 都有着很高的敏锐度 比如家具 家具是我去意大利的时候 然后走了很多的家具店 然后每个品牌的资料 我都是有拿 回来以后就是一遍遍地翻 然后确认尺寸跟材质 最后才选定了这一些 特别是沙发的部分 它的颜色当时也是纠结了很久 好在最后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最终 男男选定了这款 来自意大利的沙发 最流行的祖母绿 搭配复古的丝绒材质 时尚又优雅 因为国外的家居 它就是体量都比较大 就像我们那张餐桌 一开始没有想它这么重 花了好几个人才搬上来的 我就很喜欢这种错落有致的感觉 我就觉得特别时尚 定完家具后 男男又给墙面搭配了几幅画 画的作用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挂画 就像一个人画的妆 却没有涂口红一样 我选择的画就是这种 文艺时尚类的一些抽象画 它的颜色也不是很鲜艳 带了一些灰度 跟我整个空间 黑白灰的格调挺搭的 我觉得既然客厅已经挂画了 餐厅我就不想要那么的普通 然后既然是吃饭的地方 不如就挂几个装饰性的盘子 它是人像的图案 挂在墙上就会很有张力 我就很喜欢这种张力的感觉 在楠楠家中 很多装饰品都是她在国外工作之余 逃到的 其中最多的是香薰 我家里面就是放了很多的香薰 因为是我职业的关系 就经常是要飞到国外 然后经常是要导时差 香薰它不仅可以缓解 我的睡眠质量 然后可以让我放轻松 也是可以作为一个 比较精致的摆镜 我还蛮喜欢的 根据楠楠的需求 设计师小郑 对于卧室的格局做了调整 这道房子原来有四个房间 其中有一个是书房 但是鉴于楠楠的要求 我们把书房拿掉 改造成了主位 然后她就拥有了 她梦想的靠窗的一个浴缸 这是她非常喜欢的一个点 然后原有的卫生间 我们把它改造成了她的衣帽间 但是还是不够大 所以说我们在她的主卧当中 做了一个隐形的衣柜 格局调整后 楠楠对主卧的软妆 也做了细致的搭配 考虑到睡眠的属性 从床品到其他装饰 楠楠都选择了 比较淡雅的色彩 唯独在卫生间的百叶帘上 选择了一抹绿色 她让整个空间都亮了起来 我觉得她做得非常好 我都想请她过来 在我们这里做软妆设计师 年轻人的家 总应该自己去琢磨 对于我来说 软妆是无止境的 以后看到喜欢的 还是会一点点购买回来 然后你一定要相信 自己的眼光 还有自己的家是最棒的 我们说时尚的理解 是有很多个角度和层面的 对 比如说我们榜三作品当中 这样的一种时尚 就是她家里面的这些摆件 家丝等等的 很多都是时尚大品牌的产品 对 她把这些产品选择来了之后 放在自己的家居空间当中 是一种对时尚的解读 您觉得呢 我们看到她用不同的品牌 不同风格 不同的来源的那种风格 不同材料的家具 都能放在一起 然后呢 之前听说采访她的时候 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说我没有任何的原因 我就认为好看 的确你会看到 她放在一起 不突兀 还展现出一种不同的效果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所说的 现在就90后 有自己对美学的判断 对品质的追求 所以这个就是 她展现出来 她这个家的一个气质 我觉得也蛮好 整个看完了之后 我个人留下印象比较深 但是她家的墙面 她家的墙面 等于说 用了不少的这种护墙板 还有这个装饰线条 对 这个您做何评价 所以我第三次 赞众你很专业 因为这次呢 主人呢 她请了设计师 设计师为她很明显 打造了一个风格上去了 有风格就有手段 有手段就会有 不同的材料 放在墙上面去 那么这个手段的话 你会看到真的是护墙板 然后刷白漆 因为这个护墙板 跟墙之间 它不同的一个材料 属性粘在一起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开裂 然后呢 这个漆如果它本身的 那个脊浪有不太好的时候 它会发黄 所以现在我们还是 不是说不好 但是要注意相关的一些 一个专业的手段 去解决它 好 那我们今天三个榜样作品呢 已经给大家呈现完毕了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是今天的设计生活秀 欢迎回到空间榜样 打造更环保的高端装饰 本栏目由叶之峰装饰 独家冠名播出 接下来呢 是今天的设计生活秀 我们这摆了一个琴丝的 这样的一个手工作品 这一看就知道是 胡桃酒的这个软木塞 对 其实软木塞 它本身的那个块头啊 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 去做出不同的整个造型 你比如说我把它破开 随便就放下去 排列组合 对 排列组合 然后做出不同的排法 就可以做出不同的图案 我看就是说它还有功能 对啊 因为是软木塞 对啊 比如说这个其实是个耳环 对对对 这个耳环在这儿呢 也可以软木塞 它有很软的这个特点 是一个这个展示和收纳 对 不擦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本身就是一幅很好玩的画 对 所以很容易做 但是又比较有它的设计效果 如果说要再好看一点呢 你也可以给它做一个外面的装饰 做个框啊等等的 也都行 那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也比较吻合 就是做出一些东西来比较有个性 也比较有腔调 对对 今天这个我知道琴思还要带我们再去看看一个捡来的树枝是怎么变成一盏灯的 对吗 对 装饰品 好 装饰品 好的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呢就通过这个小树枝 就可以去改造一个特别有趣的多功能的一个灯具 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啊 真的 比如说削皮 磨光 然后加上一个LED的灯袋的话 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很有趣 而且效果很好的灯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 就先削皮 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一个家具嘛 所以呢 这个表面呢 一定要做得比较光滑一点 经过削皮以后呢 第二步我们就帮树枝打磨 好了 到了第三步 我们就会在树桿上面开槽 槽的宽度呢 空间在两个厘米以内 我说你刚才不是问我为什么要找两公分的宽度吗 其实它本身就是为了藏这个后面的那个LED灯袋 那么它本身的宽度大概在1.5公分左右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做一些固定 然后我们在LED的末端这里呢 要加上一个连接器 最后我们把这个引流器也接上 就可以了 好 经过一轮努力呢 我们基本上大功告成了 因为这个树桿我们剪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形不选好看 我们是通过一个小的拼接 运用了中国的选毛结构 把它连接成更舒展的一个造型 你会看到整个LED呢 刚刚好牵到这个树桿的整个造型里面去 这样的话 我们的灯光就会比较均匀地 撒在我们的墙上面去 其实我们那个树灯呢 特别地轻巧方便 它可以放在不同的场景 发挥不同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可以放在玄关里面 它又可以做到一个落地灯的作用 同时呢 它可以起到一个衣帽架 我们回家的时候呢 一些包包啊 帽子啊 其实都可以挂在上面 那么在这里大家也会看到 可以放在比如说我们公司的 一个休闲的一个场景里面 跟不同的家具混搭在一起 就是它是来自于季然 它的造型没有很明确地 通过人为的一个修饰 所以呢 你不同的家具跟它在 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其实效果反而是有一种 相互对比 相互提亮的一个作用 在里面的 所以呢 我是在这里特别推荐给大家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又可以把它 挂在天花上面掉下来 它有一个掉灯的作用 尤其在晚上的时候呢 它本身就是那个灯光的气氛 特别地柔和 然后呢 就会出现一种很温馨的效果 墙上面如果特别地空的时候呢 它又可以成为一个鼻灯挂在上面 那么因为刚才提到 它是来自于季然的 造型呢 学习 不在我们空气范围之内 反而出现一种很好的 一种季然的效果 而且还有一个推荐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的原材料呢 很方便 可以随时在街头上面呢 花园里面呢 捡到一些书机的时候呢 就拿回家 那么通过改造以后呢 配上灯光 配上你本身的一个想象 就可以做出一个很特别的 这样的一个树灯 建议大家真的是可以回家 尝试一下 非常感谢秦思 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是一个树枝的灯 其实在生活里是这样 如果我们愿意动脑动手 你会发现好多地方 都有无尽的创意可能 对 今天我们是锁定 90后的居士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秦思也是给了我们 很多的精彩的点评 非常感谢 谢谢你 谢谢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空间榜样到这儿呢 也要结束了 请记得我们的 每周一次的约定 每周三晚20点48分 财经频道空间榜样 我们不见不散 说设计聊生活 我们下周再见